歡迎收看洗手放慢日記 這一集厲害啦 不常吃要教大家一些秘訣啦 讓小寶寶睡過夜的秘訣 欸 記得我們趕交 就一定要太老貴真的有睡過夜嘛 他幾點睡到幾點 12點睡到8點 9點10點都有 有時候睡到10點 厲害了吧 他現在3個多月而已喔 我們沒有放什麼安眠藥喔 你沒有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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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厲害好不好 我們實驗大概快了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長出了SOT 對 但是可能每個小寶寶這個習性不太一樣 對 我們就分享菜套會 最過夜的心得啦 來 試試試看好不好 新手爸媽有福啦 第一罩 先幫他洗澡 這一罩是舒舒服服 在最好前好好洗個澡 我們大概都11點 我們先幫他洗個澡 等一下洗完澡 然後再喝奶 喔 結果很好吃 對 很多人都說一定要早上洗 才會怕小孩看到 趕快要拆了 我也很怕怕 就11點洗 一般大人坐起超過 11點先幫他洗澡 讓小寶寶睡過夜的第二招 就是讓他有固定的一張床 可能白天到時候睡沒關係 但是晚上就一定要睡這個床 讓他習慣 就算在這裡睡 白天在睡的時候 不能在這裡睡 在自己睡的時候 就是只有這一張 然後再搭配了那個 他睡前習慣的音樂 大家可能都有不一樣沒關係 一個音樂 就是晚上睡的時候才聽得到 其他白天的時候都聽不到 就是制約 訓練那個小寶寶 不要 制約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是聽這個音樂 然後睡這個床 讓小寶寶睡過夜的第三招 就是要讓他有白天跟晚上的分別 白天因為他不會出門嘛 所以白天就到處睡 但都一定要開燈讓他睡 晚上就是回到他固定的床上 然後關燈讓他睡覺 讓小寶寶睡得夜的第四招 然後從喝奶下走 就是增加他的奶量 可能像太太會 他平常白天都喝150而已 睡前就加個10、20或30 加到180 吃飽飽 就可以睡得好 而且這一餐要用配方奶 可能平常喝母奶 聽說這個配方奶 可以讓他睡得比較熟 好像真的蠻好笑 所以我們睡前就是讓他 多喝一點的配方奶 來喔 喝奶奶來 準備要睡覺了 多喝一點喝完 讓小寶寶睡個夜的第五招 睡覺的時候 把他的手給包起來 因為這個小寶寶這個睡覺的時候 就會 就會驚一下一下 然後搓一下搓一下之後 就開始哭了 但是咧 如果把這個手包起來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包起來 他在那邊 驚一下的時候 還會被包住喔 所以他就不會醒過來 對不對 這樣睡比較舒服啦 會 讓小寶寶睡個夜的終極第六招 不會 平安符 這個馬祖廟求的這個平安符 保他平安給他放著 馬祖就幫我們盯著他 把他在旁邊心安 這樣擺著 睡 不睡的話 這個馬祖娘娘生氣 對不對 就這樣擺著 你看 多乖 現在以上就是我們 研發的讓小寶寶過夜的六招 大家回去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 就是家裡小寶寶如果沒辦法 睡到六七個小時 可以試這個方法 試試看 我們就琢磨了一兩個月 就每個人講 我們就試試看 然後六招用起來 真的可以吃到六七個小時 你現在不要聽到 今天就不要睡 就不睡喔 我試試看 我家裡有小寶寶可以吃個新手法嗎 那我試試看 啊如果沒有的話 看要生一個 小寶寶寶 以後大家生小孩 筆記起來 先收藏起來 以後用得到 好啦 今天就這樣了 跟大家分享這個消息 我們要準備睡覺了 好來觀眾 好 大家可以晚上了喔 睡覺 睡覺 現在是晚上喔 給我個面子喔 睡個八小時喔 晚安 晚安 精神 還沒到時間了 你會趕快睡覺耶 你現在拍片時間才晚上六點了 以後要上學你就沒得睡了 我跟你講 以後想上班想睡就沒得睡了 這個大人世界是很殘酷的 你知道嗎 好啊 你就睡 沒關係 你就睡 你人生就當然會在睡覺上面 你怎麼這麼煩耶 我跟你講話你不聽我是不是 你人生都不看我對不對 我看你是更年級到了 你頭吐成這樣是怎樣